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的劣质产品进入军队 1月6号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 美国情报显示 中国劣质导弹和核心军备质量不过关 引发军队清洗 报道说 中共火箭军和整个国防工业基地内部腐败严重 连导弹燃料都有问题 导弹内居然注满了水 而不是燃料 还有中国西部大片的导弹发射井 由于井盖功能存在缺陷 根本无法有效发射导弹 美方评估 中共军队内部腐败导致军队的整体能力 尤其是火箭军能力下降 美方官员研判 这会让中共在未来几年 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变得更小 多种迹象表明 中共当局正在对中共军队 尤其是火箭军进行全面清洗 过去6个月里 已经逮捕了十几名高级将领 有猜测说中共党魁可能是发现火箭军的装备或部署出了问题 才迁怒手下 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分析师韦德宁 在社交媒体X上说 美方的这项评估 对于中共军队的战备状态 和整体能力有深远的影响 他说试想一下保护国家免受最大威胁的 和洲际弹道飞弹无法发射 还有如何处理300个新的在建发射井盖问题 是不是像噩梦一样 中国福利彩票疑似造假被抓包 连日来引发网络议论 1月2号晚间 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发消息称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摇奖出现事故 播报员将77号报成74号 又立即改口77号 但下一个开出来的号码 就是主持人未卜先知念出来的74号 而现场直播画面则立刻切换成广告 视频曝光后引发舆论哗然 网络上也议论纷纷 是不是主持人提前知道了中奖号码 有人说深感主持人早已知晓答案 也有人说这样以后谁还敢买啊 连彩券都不能靠运气了 还有人说彩券如果都公开作假的话 等于剥夺了底层人民在绝望里 最后的一次希望 消息在大陆网络疯传了几天后 1月5号中共官方发声明称 彩券开奖没有作假 网上流传的开奖直播片段 是经过刻意剪辑的 并声称警方要全力追击 在网络传播这个片段的民众 好 下面来看今天的时事经文 中国房市低迷各地纷纷出招 试图盘活楼市 日前广州推出房票 让拆迁户限期到指定楼盘买房 不过外界对此并不看好 认为大陆房市早已严重的攻大于求 当局还在大量的拆迁建房 只会使危机加大 1月4号 广州市通过了房票安置实施方案 次日 广州立湾区土地开发中心 便在石为堂征拆现场 开出了广州市第一张房票 广州也因此成为全国首个 推出房票的一线城市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所谓房票制度 就是在征迁过程中 拆迁户不是直接获得补偿金或安置房 而是被发放房票作为购房券 按规定到官方指定的楼盘买房 近年来中国大陆经济乏力 房地产市场遇冷 大量房企纷纷爆雷 房价不断下跌 成交量持续下滑 在这一背景之下 官方推出房票 试图借此去库存盘活楼市 我觉得大家普遍还是预期 房价往下跌的压力很重 在这样的预期心理之下 民众买房的意愿可能更低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持续往下探的一个过程 那往下探的过程里面来说 才会有这个政策出来 因为这个政策出来的话 某些程度我可以去去化现有的库存 我去加速去化现有的库存 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表示 这一政策的具体效果 目前还不得而知 因为官方指定的房源 基本上就是那些与政府关系密切 当局想要旧的房企的楼盘 而这些楼盘的地段 谋生条件等 是否符合拆迁户的意愿 官方并不关心 在一般西方世界来说 不会有这种政策 因为这种政策就类似是 我强迫你去住某些地方 那这个政策来说的话 其实西方世界会认为是 某些程度是违反迁徙自由的人权 但是这个在中国好像就没有这个问题 反正就是中央政府就这样说了 房票可由本人或其直系亲属使用 购买当局定点入库的新建商品房源 目前广州立湾区纳入定点入库名单的 有立湾发展集团 中海集团 珠江实业 立城投资公司开发的楼盘 立湾区有大量的库存房 所谓库存房就是盖完了以后 卖不出去的房子 它肯定就是什么 这有ABCB这四个小区 你就到这四个小区去挑 真的好的地段 好的学区 它不会给你换 所以它只能让你换这些 它积压的这些地方 所以最后能不能推广 它最后就看那些拆枪户 愿意不愿意这么做 旅美经济学者李恒青谈道 大陆经济下滑 人口减少 房市早就已经严重供大于求 现有的积压房屋 可能十年内都卖不完 在这种情况下 房票这类措施的真正效用非常有限 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因为官方为了土地财政收入 还在大量拆迁 开发新楼盘 这只会使库存越来越大 价格不断下跌 房地产危机越发严重 社交平台上流传的广州市立湾区房票凭证图片显示 房票由广州市立湾区土地开发中心发放 上面标明了征收单位 票面金额 持票人信息 此外还有明确标注的使用期限 也就是说必须在一年内完成购买 有网友披露 实际上房票并不是新鲜市 在郑州等地早已实行 但郑州的房市很不景气 很难看出房票有什么时效 一个有烟瘾滥用药物的问题少女 在第二次读李洪志大师的著作《转法轮》之后 出现了奇迹般的改变 在《转法轮》首发时29周年之际 她把自己的故事分享出来 2016年 舒怡在美国纽约留学 她的男友开始修炼法轮功 也把李洪志大师的著作《转法轮》推荐给了她 这是舒怡和转法轮的第一次缘分 不过 当时她只是很认同书里说的真善忍 就把舒搁置了 而且当时 舒怡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不是很好 因为我当时患了一很严重的近视障碍 近视障碍是一种精神障碍 压力有点特别大 还有一些自己原生家庭的原因 反正就是自己有点滥用药物 然后导致了一些行为上出现了障碍 没办法好好吃饭 吃了就得吐 就是这样子 当时我男朋友刚刚得法 然后我给他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但是呢 我觉得也是因为他修炼了 然后有一某种 比他个人的意志更加坚强的力量 在支持他来帮助我 可是当时我的情况还是不是很好 然后可是有一次他带我去看神韵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看完神韵以后 突然就感觉身体有变化 然后我的心里头也有变化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开始对一些宇宙啊 或者是一些很未知的东西 有了很强烈的这种求知欲 舒怡开始大量地看纪录片和启迪灵性的哲学书籍 在寻寻秘密的过程中 他渐渐明白了 人是有高我和小我的 但是对我来说 就好像开了新世界大门 就知道好像过去的所有我的行为障碍 它其实都不是我 我是可以改变的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突然就看到我的床边的那个转法轮 我就在打开的时候 师傅一句话 把我这么长时间一段以来在寻找的 看的所有的纪录片和这些哲学书籍 师傅一句话 大白话就说清楚了 师傅说说 就是人是有执着的 大概不是原话啊 就是说 大概就是说人是有执着的 一个人修炼的过程 就是不断去自己执着的过程 当时我就觉得 我非常非常的震撼 我觉得 我从那时候开启 那时候开始 我就想开启我自己的 反本归真之路 所以届时我就决定要修炼 当时很神奇 是我18岁的生日 然后我最好的礼物就是转法轮 第二次读转法轮 书一被彻底改变了 她说 自己原来是一个问题少女 初中就有烟瘾 一直戒不掉 现在她就从戒烟开始 这个东西就很神奇 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师傅说 你要是要想修炼 就把烟戒了 然后我就从戒烟开始 我就把身上吃的那些药 我都不吃了 就从那以后开始 就没有再碰过了 她改变了我的精神开始 她就在改变我的行为 就是她是方方面面的 是一种就是三观上的改变 一个人的三观改变了以后 她生活中的一切都会得到改变 所以说最重要的还是对我自己内在的一种奇迹改变 书一肉眼可见的变得健康起来 她的脾气也从故意戳别人痛处变得为别人考虑 修炼至今六年 她非常感谢李洪志大师 因为我自己的远身家庭可能不是很幸福 然后所以说导致我很多性格上啊 什么的缺陷 再加上我后来的这些行为障碍 我是想寻求解脱的 我就是靠这些药物让我脱离现实 但是这只不是真正解脱 反而让我陷入到更深的迷惘当中 直到我后来遇见了大法以后 他师父教给我的不只是 他给我的确实是比我父母给我的更加的重要 我父母给我的肉身之躯 但是师父给我的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如何去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 以及他教给我如何去和这个世界和解 书一说 转法轮有浅入深 浅层来说对社会的道德很有帮助 深层上说 如果一个人想升华 可以从书中找到一条很清晰的道路 他向更多人推荐转法轮 专访纪军辉 中共隐瞒疫情 民众如何自保 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初期 武汉市承接了李文亮医生等疫情吹哨人 隐瞒疫情 最终导致疫情在全球大流行 而四年后 疫情仍在中国流传 当局又对媒体下了封口令 我们专访了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管理 与政策教授纪军辉 分析当局为何隐瞒 以及目前民众如何自保 回顾2020年1月1号 武汉市公安局在微博通报称 八人因散布关于武汉病毒性肺炎的 所谓不实信息被警方依法处理 八人中就包括被称为武汉肺炎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 而四年后的1月1号 疫情仍在中国流传 此前 接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军方的北京消息人士杨清透露 当局已经对媒体下了封口令 一律不允许做加重报道 也就是这个事就当没发生 这也是跟他的政治体制有关系 因为在一个专制体制下 这些掌权者他没有在民主体制下 被人民选举付托的那个合理性或者是合法性 所以所有的专制体制的这些掌权者或者是独裁者 他的政治合理性来自于 他能够对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 中共的中央 包括上级的单位 甚至于市级的单位 一旦发生不只是疫情或者是灾难 他们的这个直接的反应就是怎么样把它隐瞒 不让上级之道 不让外面之道 这样才能维护他的这个政权 他的权力的正当性 在2003年的SARS和2019年的中共肺炎爆发时 中共都首先采取隐瞒的做法 最终导致疫情扩散 当疫情大爆发后 官方又持续瞒报死亡人数 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因为从县市到省级的这些单位 如果在他们的县市里面 他主管的县市或者是省里面 发生这个染病死亡的人数很多的话 这个对他的这个权力 对他的职位是有危害的 所以他们在报导死亡的统计的时候 可以理解的会严重的把它压低 这也是目前因为这个已经行之多年 所以多数的国家的记者 对于中国的这个官方统计的死亡率 大概不是很相信 我记得在刚解除管制大概两个星期左右 中国官方的统计在北京方面的死亡人数 好像只有两位数 那这个大家国际的媒体不太相信 结果今年3月4月陆续有学者 包括在海外的中国学者 流行病学中家 他们的推估的这个死亡人数 大约都在150万到200万人 多地民众告诉新唐人记者 当地疫情流行 医院大排长龙 白肺患者增多 心梗脑梗猝死者增多 但目前中共卫生当局的措施 主要是让民众接种疫苗 现在我的观察是 他对疫情的防范是有点起虎难下 怎么说呢 就是说之前因为严重的管控 心灵 它严重的影响到全中国的经济 造成大量的失业 所以他现在一方面 希望说在恢复一些管控措施 能够控制目前的感染 但是又不敢说得太紧 俄罗刚州立大学全球卫生管理 与政策教授纪俊辉举例说 中共在机场实施筛检措施 不能说完全无效 但效果很低 因为目前除了新冠病毒 还有其他的上呼吸道感染跟流感 因此即使想恢复以前的其他管控措施 效果也很有限 比较重要的 这一点我觉得中国的这个 跟省级的卫健委 好像做的还不够的 是怎么样透过大众的这个教育 让民众知道说 目前有这些都是呼吸道的感染的疾病 如果你去搭乘大众交通风具 或者是去参加室内的大型聚会 最好是戴口罩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有效的 比起其他的管控措施 当然这也跟这个中国的民众 对于卫健委 它代表的是政府 那对卫健委的这个信任程度怎么样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 这个中共的隐瞒疫情 不光光是对国外 它也对中国人民隐瞒疫情 那这样可能会导致部分的民众 不太信任卫健委 纪俊辉教授建议 卫健委应该给民众正确充分的资讯 他也建议中国百姓 除了增强身体的免疫能力 也要注意在室内公共场所聚会 和搭乘交通工具时戴好口罩 好 下面我们来关注 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网名为胡老师的河南民众 胡能科因经常在网上曝光家乡 顾史县环境污染等负面消息而闻名 他12月29号被顾史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 为由跨境抓捕 从位于广东东莞的家中被带走 1月3号家属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 有网友怀疑他被拘捕 是遭到顾史县政府的打击报复 大陆知名美食网红王刚 在发表蛋炒饭和杀200多斤打肥猪的教学视频 讽刺中共党魁后 他社交平台账号出现异常 从2023年11月21号后一直没有更新 1月6号 海外社交平台X上有人爆料称 王刚在国内所有账号全部被封杀 就连在海外YouTube上最新的视频均被删除 大陆资深反腐记者上官云开1月5号 被河北厄州市厄城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罚款38万元人民币 判决罪名包括销售假药、寻衅滋事、诈骗 非法拘警和重婚 案件2023年12月下旬开庭审理 涉案人员多达近20人 上官云开长期进行反腐与维权报道 据称 由于它的报道 而落马或被处理的官员和黑鹅人员 高达300多人 其中包括前湖北省副省长徐鹏行 不过 上官云开也因此成为 官方打击的重要目标 河北邯郸指挥城小区因车位少 路边不让停车等问题导致部分业主不满 聚焦小区车位费 1月6号 物约禁止没有交车费的业主车辆 进入小区引发冲突 警察到场后 业主与警方对质 最后有业主被带走 随着台湾大选接近 中共扰台动作不断 除了军机舰 空飘气球 更连续出现多日 美国白宫呼吁不希望任何其他国家 或主体干预这次选举 另外 将于1月7号 举行国会选举的孟加拉 也批评北京进入大选 台湾总统大选正紧锣密鼓的进行 三组候选人的行程也满当 候选人穿梭大街小巷 看到民众就握手 就是不想错过每一张选票 与此同时 中共扰台动作不断 至少派出9架战机 四艘军舰和至少6个空飘气球 穿越台湾上空 中国民主党海外分部主席王君涛认为 中共企图让台湾选出一个支持统一的领导人 但按照目前的形式 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现在动作频频 主要的目的还是搞乱台湾选情 搞乱台湾可以让人们减轻对台湾民主的向往 增加好像它的这种执政的合法性 美国之音报道 在1月13号举行的台湾总统大选之前 中共正在加大对台湾施压 并加强所谓的统一是不可避免的言论 并在台湾周围展开军事演习 中共暴政这次它可以说是动员了全部的国家能量 来试图不是介入 它是试图控制这个台湾的选举 控制台湾的选举结果 它具体的方式无非是进行利益的收买 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威胁 然后通过它的网军发动舆论战 信息战 认知战 制造台湾的内部矛盾 分化台湾社会 美国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 1月4号呼吁 中共不要干预台湾选举 科比表示 美国支持台湾民主制度 不希望任何其他国家或主体 干预这次选举 包括早前在旧金山的拜席会 拜登也提醒警告中共 习近平不要介入台湾大选 所以从这一连串的事情来讲的话 就是这一届的总统大选 的确是中共企图介入最深的一次 这个系统性的影响力作战 包括认知 包括经济先破 也包括这种纯军式的挥担行动 所以白宫是保援间接 正名的中共的秘密 一党专政的中国 始终没有政党轮替的机会 然而中共当局却无处不戒选 将于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的孟加拉 批评北京介入大选 孟加拉前政府成员 现任民族主义党副主席 尼泰罗伊·乔杜里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共利用其资金或透过军队或民政部门的影响力 在孟加拉选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实中共事案的做法已经大概将近十年了 然后只是在最近这几年而陆续的被爆发出来 包括不要忘记 在澳洲也有 澳洲的国会议员也被证定 就是中共就是协助他上选 来帮影响对中国的这个政策 那这一位议员后来也辞职了 澳洲的丹麦也被发现 有议员就是拿了华为的好处 在帮北京说话 所以这就是中共介入各国这种政治秩序的事实 1月5号 台湾桃园市无党籍立法委员候选人马志威 设长期收手中共虚拟货币 市值超过百万元作为竞选经费 法院依反渗透法将它声压觐见 体制内的党员声明退党表示 是不愿再与邪恶为伍 来看这一期的三退声明精选 重庆的陶英说 我是体制内人 非常了解共产党的邪恶 我不愿与之为伍 现在声明退出 北京的刘胜远说 天神下世救众生 灭掉百年害人虫 中华大帝齐欢腾 共产邪教命送中 退出邪党团合队 党入地狱我不送 平稳度过大劫难 安定迎接新人生 好 观众朋友 我们这期的中国禁闻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